你也是袁小團一個很出名的 以前的功夫的導演 其中一個兒子 其實你當時是幾歲開始 就要跟爸爸去學戲和學功夫 打關斗那些東西 其實差不多應該是11、12歲左右 所以就跟我爸爸學 因為我爸爸 他只是懂這些東西 那時候我也讀很少書 一到小時候一邊讀書一邊早上 我爸爸叫我一起去練功 一起來去練功 整班就是早上十幾時開始練 你們一共有多少個兄弟 十兄弟姊妹 十兄弟姊妹 很厲害 其實你爸爸那時候自己有一個戲班 沒有 他是教了很多徒弟 教了很多徒弟 就自己沒有過戲班 那時候教那些徒弟 也不是教他們打關斗 就是做Opera戲那方面的 大戲那些 就是打關斗和舞台那種設計那種舞打 那些 還有電影方面那種舞打 還有有時候教我們那些功夫武術 他都教我們 但是主要是放舞台用的 對 那時候是放舞台用的 電影 其實是否辛苦 那時候跟你爸爸這樣學法 我們不是很辛苦 因為我通常那時候 那幫師傅教徒弟 就很嚴重的 好像以前的 于治平師傅那些 是否很嚴重 很嚴重 打得很厲害 但是我爸爸教徒弟 就 他是很嚴重的 但是很少打徒弟 就是跟他們說 你怎樣也不合 你真的做得不好 那我跟他們說 所以你們現在都這麼出名 我知道你們好幾兄弟 每個人都在電影上面 都有一定的貢獻 其實你跟爸爸學習 是否最初都是跟他出去 比如在舞台上有做一下那時的大戲 或者是怎樣令你入了電影這一行 那時都是這樣 有時拍電影 但是以舞台和電影兩方面為主 那時如果是舞台多東西做的話 都是把蛇帶有時有個戲班 要找五軍府 叫五軍府 舞仙 就叫我們去打關斗 做個封鎖 如果電影需要的人 但我也很少拍電影 找到好像舞師多了 太多了 不夠舞師才叫我們去玩一下 帶我們去玩一下 玩一下 其實你入電影行 初初入行的時候 都是由舞師出生的 是 舞師出生 自己都不知做什麼的 那你做舞師的一間 我不知道你除了做舞師之外 還有沒有做過幕前的 有沒有做過主角 沒有 沒有 一直都是做幕後 做幕後 是 那由舞師做了一些action director 一些動作 武術指導 由武術指導現在有時監製一下電影 是呀 做導演 監製電影 那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你第一部電影 做武術指導 是不是由蛇形丁手開始 不是 很早了 很早了 開始做了幾年導演 不是 幾年舞師的時候 就經常看導演 怎麼放在鏡頭 還有那些 不知道怎麼量度 自己都很用心去看 可能有興趣在那裏 後面有個機會 有人叫我試一下 我就試一下 其實就是說 你根本開始學做武術指導的時候 是由你是舞師的時候 舞師的時候 真是去偷師 你不會說偷師 有時候看別人怎樣 你只好留心 是呀 是呀 輪到你出鏡 你就坐在一邊什麼都不做 那你就真的去看別人怎樣拍 那總之有機會 就開始你做武術指導 是哪一部電影 有哪一部武術指導 那一部很久了 我記得很久以前的 是邵氏的 邵氏的 邵氏的 好像叫什麼 叫《血灑天龍》 《血灑天龍》 邵氏的 那時候哪個是主角 男主角 那時候忘記了 好像是羅列那些 羅列那些 很早期的 那時候邵氏的 那時候 邵氏的那時候 大概幾年左右 大約差不多 70年初期 70年初期 沒錯 差不多 70年初期 差不多 70年初期 差不多 那跟著 邵氏一直有拍 我們知道《石營雕獸》 很多事情都是不可預料的 因為那時候拍 做武術指導做不久了 那時候動作片比較流行 很多人都找我做導演 我已經想很久了 自己夠不夠 還有那時候那些動作片怎麼拍 我用什麼新方法 拍得跟別人不同 那時候好像很流行那些 血腥味重 一刀殺 那時候 我想 我們可不可以改一個方法 用喜劇形式來表達動作 就是比較 沒那麼血腥味 大家觀眾大眾快看得比較開心一些 希望想到一個喜劇和影片的方法 就嘗試這樣做 結果都證明成功了 成功了 其實說到石營雕獸 成龍就一定 現在是天狼巨 其實不多不少 我覺得你的功勞都很大的 不是 他自己都有的 就是部份 成雕獸就是你一手一腳帶他出來 其實 說真的 我看回報章 成龍那時候的樣子都不是那麼 沒有什麼大的風化 為什麼你又會 每個都不選 要選中成龍這個人出來做這個主角呢 那時候 監製才跟我提過另外一個演員 所以 我只感覺到 因為我自己做了這麼久 我只能做一個舞師 就是 哪個動作演員有多少資料 就是 有多少功夫 在我的圖裏 我知道哪個可以 哪個不可以 就是我直覺上覺得 成功是OK的 雖然那時候 他的觀眾員和片商 對他的印象都不太好 就是 很多外發表商都說不要用他 但是 我覺得 我第一部導演 就是我做導演 我用演員 我自己有信心 就是 應該是相信我 讓我嘗試一下 結果 我廣伏了他們 嘗試一下 結果證明是成功的 沒錯 沒錯 那幾個都挺好的 但是那時候 就是 那時候是在邵氏 那些紅的演員是在邵氏 有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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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一身導演來講 就是用這些class 我們是用不到的 是的 沒有可能用到的 就是迫說 我們要想個方法 就是在做 或者在舞師之中 或者在二、三級的武打議員之中 發掘一些人才出來 就是 我們也是這樣想的 結果也是發掘到成功的 那時候他在挪惟公司有合約 拍了很多部電影 是啊 其實我剛剛也想說 就是本來成功都是一直跟著挪惟 是的 是的 導演的 就被你這邊叫了過來 那開始之後 我借過來的 借過來 以後就除了石形雕首之外 我又做了《罪權》 《罪權》 這幾套都是非常迷藏的 無論是本地我們都是 是的 那 《罪權》當然就很成功了 嗯 那為什麼不《罪權》第二集 因為好像說現在有人拍了第二集 那你又有什麼感想 還有為什麼你不拍《罪權》第二集呢 有叫我拍的 有叫我拍的 就是我都有負責裡面的東西的 就是《罪權》第二集的時候 我都在那裡聊的 就是我都有參與 一直有參與的 不是沒有的 一直有參與的 就是我經驗 就是我自己的這個時間有問題 就是我自己的這個時間有問題 配合不了那個拍攝的時間 所以一直我就幕後參與住了 如果我有空 我會下去拍的 嗯嗯嗯 就是說其實 電影現在就一直在籌備著 是的 籌備著 已經在拍 還沒拍 都還沒拍 應該是一月 OK 但一月 就是你有時間的話 你都會一起參與 去拍這個《罪權》第二集 就是《罪權》第二集 有《奇門遁甲》這幾套 都很特別 是跟那時候的路線很不同的動作電影 其實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意念出來呢 是不是跟整個雕獸一樣 你會覺得 嗯 是啊 就是要有一點轉變 是的 我就是 你在哪裡拿這個靈感來的 這個靈感 就是一早都有一些構想了 就是我們小孩子自小的時候 經常聽我們爸爸和長輩 就是他們做戲班的 很多戲班的掌故 就是那些古靈精怪 那些民間特別的東西 經常講給我 就是那時候我上去聽 這個印象很深刻 是的 那時候已經有個興趣想玩這些東西了 是的 那 結果我們拍成雕獸拍《罪權》之後 都沒得成功 就外面一大堆這些片 拍成百幾二百部 拍到 這些片種都拿了 就是我想應該轉變片種 轉變形式來嘗試一下 因為再拍下去 大家死定了 悶了 其實變成是你帶起了一個新潮流 那時候 我意思是有一個功夫起鏡的潮流 其實好像你剛才說 拍完《神秘的相聚》 或者《牆門遁甲》這些 已經有很多人拍了很大的一大集 那你又怎樣再去轉變 你有沒有一個新的構思 有那個時候就跟著 構思《啟蒙遁甲》那些 《啟蒙遁甲》那些 《啟蒙遁甲》那時候都挺辛苦的 因為要搜集很多資料 《啟蒙遁甲》之後 有哪幾套都是雲似的樣子 都有很多 在台灣也拍《一窩蜂》的電影 在台灣也拍《一窩蜂》的電影 很神怪的電影有一波蜂 那之後你的路向又怎樣走法呢 接著我在家和 接著我拍《時鐘》片 接著開始拍《時鐘》片 後面都拍了一部一兩部 都是《啟蒙遁甲》的電影 接著我轉拍《時鐘》 拍《時鐘》片 就是《泰家Kager》那些 其實想問一下 你由一路轉 《最權貿易甲》或者《啟蒙遁甲》 這些動作各方面都是很特別的 或者我想是古裝 發揮比較容易一些 會不會到拍一些現代的動作片呢 你會不會覺得反而是 很綁手綁腳的 始終都不可以更誇張了那個招式 因為始終是現代社會 不可以飛行動力 我覺得 你自己覺得會不會覺得 不會的 我覺得每樣功夫片的動作方式設計不同 好像我們拍的《最權貿易甲》的功夫片 它們的動作很質感 好像很有考據 每樣東西都很實在 你和沒有影片不同 跟沒有影片那些可以飛天頓 或者劍 可以駕駛飛下去 我設計的視障片 就是著重現代感的打法 好像那種 然後那種 Boxing 就是那些 就是我將那些來套入我們傳統的功夫 就是和現代感的那種設計 比如我們說 可能在汽車上 在汽車頂一場設計打 或者在電梯或者摩天大廈 這樣打 不是很難的 我覺得沒有 綁手綁手 就是我時裝片的時裝片特別是一種設計 跟文初古裝 是另外一種設計來的 你自己呢 你自己喜歡拍哪一種類 就是你喜歡拍現代的動作片 又是拍一些以前文初或者古裝的動作片 都這麼喜歡 兩人都這麼喜歡 都這麼喜歡 總之就是喜歡一些比較動作一點 就是 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自己要判斷 那個動作片的潮流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我們要傳氣路了 要改變一個走法了 因為每個電影場都有一個把和點的 到一兩年間 這種氣種把和了 我們要走另外一種路線 我覺得這個判斷很重要 那你現在在走的路線呢 你覺得 現在我都是在工作室之中 都走回 好像青莊那種功夫片 因為 就好像走回頭 走回頭 因為時裝動作片 就是 在香港電視上已經 整六、七年很長時間了 就是應該要轉去的 所以 徐克導演試一部黃飛龍仔集 正面是成功的 因為太久沒有的片種 突然間飆出來 就覺得新鮮了 因為六、七年間 那種觀眾會轉變 而且現在拍那些 民初的片 跟我們以前的拍法 那種製作方法 和那種動作 設計和攝影都不同的 就是用一種新手法加進去 那你剛才剛講到黃飛鴻 我想其實你也曾經參與過黃飛鴻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以前 我爸還沒有知道的時候 沒錯 我也看到你參與過 那你自己覺得那時候的黃飛鴻 就是跟現在最近 或者上五、六年 除了黑派的黃飛鴻 你只覺得有什麼感受呢 就是那套戲是 就是我覺得以前那種黃飛鴻 就是那種動作 著重很質感的 就是我的功夫是這樣 那一拳打就這樣打過去 一腳踢就這樣踢過去 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的動作設計 這樣去 觀眾不滿足的 另外加一些稍微誇張一點的東西 就是比較 將動作誇張的那種力量感 現在是這樣的 還有整個招式 還有那些人類的包裝 就是那些美術設計 都跟以前不同的 就是以前就很實的 撲實一點的 現在那種設計 是跟以前不同的 就是整個包裝都轉變了 其實主要都是包裝問題 對 包裝問題 是 包裝問題大很多 是的 就是投資大了很多 那些知識要 我都不懂得這麼說 就是要很漂亮 是的 要漂亮 還有要講那種力感 和那個速度 就是以前的黃瓶 就是那個招式 是這樣的 但是那些節奏是很慢的 就是我按下 我按下 就是看這間 不是 切得很快 就是就是 觀眾感覺 我的影像感覺 是很有力 就是很快速的 那個力度很強 很夠 是很風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構想 是應該這樣去的 佛長羅漢權 佛春羅漢權 那部電影你拍了出來 很多人給了一個意見 就是說是最好的功夫 就是在外國 就是一套他們覺得拍得最好的功夫的戲 那你自己是怎麼看的呢 我也不知道 這部電影在外國就很慢了 是嗎 這部電影是拍得最好的 那部電影是我自己投資的 那部電影是你自己投資的 當時是誰做的 是徐小明和我弟弟連信義 是 沒錯 是徐小明 那時候拍《粉紅》的時候 《民初動若片》的時候已經是 有些走下坡了 就是我們的信心在這裡 還可以拍攝 好像他說 怎麼會在外面好賣錢呢 就是很受歡迎 我不知道 設計出來自己的感覺都是有一種特色 是 是 是 所以可能比較受歡迎 那個人叫什麼 佛長 一個羅漢拳 其實好像是兩個不同的派 實際上是同一派的 同一派 但是這個學了就是獎法 那個學了權法 就是兩個對立打的 對立打 原本兩個是師兄弟來的 但是後面變了 為了師門某種事情 大家在功夫上面見真章 不過那部戲呢 人們覺得那個招式舞 但我方面設計得很好 是嗎 我不知道 其實 因為每部戲 我自己都很盡力去想好 設計 盡了我的能力 盡了我的能力來設計 就是 外面受入 我簡直知道 你盡力去做 當然 其實很多戲 你拍出來都好賣了 其實現在開始 你又走回去 還拍一些《民初》 是 多少潮流回到《民初》 但是這個潮流 就是你都會想著 做回現在的潮流 你有沒有想過有什麼新的事情 會 在想有沒有一些新的事情 會做呢 就是我的新的事情來講 就是有時候 譬如這些時候 就是 好 不好意思 都是徐克 或者是我們創出來的 就是一個徐文回來 就是我們想著 怎樣新的 就是我們都在這種片中上 加新元素 就是這種片中 就是我自己看 還起碼有 想另一個新片中出來的 那些猴子呢 其實會是一個是什麼 都是民初 民初 民初 清莊的時候 清末的時候 一個 一個合讀 劫負責合讀 它叫鐵猴子 是一個人物來的 就是講它 就是那時候 清朝末年的時候 那些貪官 污吏 還有太多 白姓民不療傷 這個鐵猫的人 他本身表面上是 做醫生做大夫 都來 驗色之身 晚上他就 接過那些貪官 他就專門玩這些貪官 是這個人物來的 還有另外一條線 是王麒英和少年王菲鴻 那條線 兩個條線合起來 一堆做的 如果是 譬如 如果 不要看潮流流流什麼 或者 不要理觀眾 或者 其他任何的外流因素 潮流是我們創的 對 確實對 你也創了很多潮流 你自己會 再創一個什麼 新潮流 如果你是一個 我給你現在 你不要計 成本有多少 總之你 你只是想去拍一件事 不要計其他外流的 人數 你會想拍一套什麼戲 是什麼品種的 你會想怎麼樣 就是我自己想 你的理想那套戲 不要計多少錢 這樣我理想很多 就是我自己想拍到 都是時裝功夫片 就是時裝功夫片 我想拍 就是 科幻的功夫片 科幻功夫片 就是古裝片那些劍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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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放時裝 用科幻 用中國傳統的那種動作來表達 我想試一部這樣的戲 其實會不會 將你以往曾經拍的 好像 例如 那些 那些茅山術士 加上有你拍過一些 現代的動作片 再加上一些科幻的 元素 可能會這樣 但是講就要 但是你將它 組織起來 還有 做得到 要觀眾接受的 是一個挺難度的東西 就是我想嘗試 拍過這樣的戲 現代的科幻片 功夫片 功夫片 電影人就是希望看多些不同的戲 對自己工作 但是不如你片開那些 你自己本身 你喜歡 就是你心裏面 喜歡看的東西 是哪類的 就是你有沒有說這位工作片 我都喜歡看 那些 那些 那些科幻那些 那些 那些 都喜歡看的東西 就是好像 ET那些 我覺得 挺好的 好像有我們 香港那種 武俠電影的那種感覺 挺好的 就是好像 星球大戰那些 我自己挺喜歡看的那些 OK 謝謝你 多謝你 其實我們會剪一剪 直接拍的